模型公仔整齊展示 好像主題展覽 分析夢幻滑梯 感覺自身小天地 還有鮮橙色的瓷磚 印有對比強烈的幾何圖案 今次這個設計 我們主要圍繞著比較威風 會微重一點 因為屋主都跟我們說 我們都收藏了很多figure 一些公仔 都想有多些地方可以展示出來 所以今次整間屋主題 我們都會圍繞著一些元素 去做設計 我們怎樣去帶出這些 換味的感覺重一點 我們譬如在線條方面 我們沒有用了很多 一些硬的直線 或者一些角的線條 我們就用多一些 一些比較弧形 一些比較curved的線條 單位1300多呎 一家三口居住 互主接受程度高 不介意用多元化的物料 將換味帶到每個角落 室內分區簡單 以顏色主導 不需要刻意加設屏風 原關大門到前方的走廊 長身地下用了眼面深色 客飯廳換上了白色雲石磚 變得明亮 可圓形的白色餐桌 尾部不規則這樣升高 帶有緩味 設合兩個用途 既是飯桌 亦都是吧桌 選擇了一些 帶有些立體的花紋 例如我們在飯廳 那個桌桌的長身的位置 我們都選了一隻 牛雕面的一些雲石紋的石 去放在這個位置上 客廳是全屋的中心 焦點放在屋主 色彩繽紛的心頭號 其他設計都要讓路 作出平衡 我們就做了很多 一些Display的位置 因為都是想讓它可以多些地方 展示它收藏的一些公仔 而另外因為我們覺得 公仔各方面 已經有很多顏色 所以我們整間屋的廳 比如房間 我們的顏色 都不會太過鮮艷 我們反而用了一些比較素色的 例如整個廳的主題 就用了一隻淺綠色 另外我們在長身 因為都想配合一些 型格一點的風味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放了一些 炭灰色和一些極鋼 去做一個配搭 白綠色的絨面梳化 梳化下面長身有弧形層架 綠色立體條紋 突顯質感 裡面睡眠區 這邊是換下去 分析系的兒童樂園 由兩間房間打通異成 女兒都還小 只有四五歲左右 所以護處都希望 可以讓她一進去 就好像一個小小的樂園 一個天地給她 所以我們主色 我們都是用了一隻 海洋的藍色 因為女兒原來都很喜歡 一些海洋的 elements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藍色 做了一個主色 另外因為女兒都始終喜歡粉紅色 所以我們就在床頭 或者在一些固寸的位置 我們都配合一個粉色系列 想帶出更多一些 playful的效果 我們都跟她設計了一張 上下的床 加了一條滑梯 女兒需要休息的時候 可以拉上湯門 或分出獨立的睡眠區 門落區和浴室可以共享 讓導訪的客人使用 這個設計其實也變相 可以增加客廳的空間 床頭由黑敷軟墊拼砌而成 主人房格調一轉 變得沉實型格 場上是房水泥場子 部分位置加油滲光效果 護主夫婦都比較喜歡 一些型格的東西 所以我們顏色方面 我們會用了一隻 炭灰色的鋼 以及用了一隻 叫做dirty blue的藍色 因為這隻藍色 它補藍得來 但又帶了一些 比較raw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用了這兩隻 配搭 主持盤開縫飾 用電鍋玻璃分架 睡房設計的共通點 是鋪了木地板 增加溫暖感 而木聞元素也滲入了主持 美國生作之壽 尖門 故事 是鋪了木地板